哈喽,大家好,我是Lina 今天呢,想要给大家录一支关于我的化妆工具 主要是化妆刷的一个视频 其实之前呢,基本上每一个妆容的视频呢 都会有姑娘问我 比如说你的粉底液刷是什么的啊 或者是三无刷是什么的啊等等 那我就想要来给大家录一个 这样的视频吧 其实我的化妆刷并不多 然后基本每天使用的呢,也就那几把 所以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平时常用的一些化妆刷有什么 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啊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了两支视频来说 首先呢,先从底妆刷来开始说 散粉刷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一个 它基本上每一支霜容的视频里都有出现过 还挺大的,我觉得 看基本上就是可以 一个脸,一个侧脸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毛质是纤维的 这把是被里含咽种草的 然后他就说,因为它也是敏感皮嘛 也是经常用过敏啊什么的 然后皮肤角质层也很薄 所以我听他说这个刷子非常柔软 然后我就买来试了一下 相对取MAC那个来说是比较柔软 但对于我的皮肤来说的话呢 还是有些许的刺痛 但是我是可以忍受的 不那么明显 所以我最近又入手了一把 Tom Poor的那个大的刷子 但是还没有到手 到手的话如果很好用呢 那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那散粉刷呢 我来说一下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呢 主要就是来占取蜜粉饼啊 然后散粉啊来给你整个底妆定妆的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用打圈的方式 或者是这样按压的方式 或者是用这种戳的这样方式都可以 那这个因为它的毛是它比较圆 但是呢它是有这个 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弧度的 所以说呢用这样戳的方式是不太适合的 接触面积太小了 那我一般用这个的方法就是这样点 把它均匀的 蘸取那个蜜粉撒粉之后呢 均匀的这样点在那个脸上 我也一般不会是这样扫 因为一般我都会遮瑕嘛 遮瑕了之后如果是这样来回扫的话 就会把刚才做的那个底妆的 遮瑕的工作呢给破坏掉 但如果说你的皮肤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就是说你是只除了上了粉底 粉底霜这种东西没有上遮瑕的话呢 那你用这样来回扫的方式来上散粉 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粉底刷 粉底刷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买粉底刷的 然后现在手头上有的呢也比较常用的 就是这四把 那我一个一个来说啊 先来说这个这两只比奥的吧 一个是这个鸭舌的 这一只鸭舌不同于其他鸭舌呢 是因为它的毛量非常的密实 可以看得到啊 它非常非常密实 所以说呢 它刷在脸上的这样的粉底是不容易产生了一个粉痕的 然后很快速完妆 那我用它呢一般是想要打造一个非常非常清透的一个底妆 就基本是没有什么妆感的那种 就是用它 因为它是属于低遮瑕的这种 就完成的妆效是属于这种低遮瑕的 再来就是Dior的这一个平头鞋头刷吧 这把刷子呢就是属于它是叫高遮瑕刷 所以呢用它上完了底妆的妆效呢 是要比这个来的稍微的遮瑕度高一些的 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让你敢看上去就是面具感啊或这样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只是说相对而言比起这把刷子完成的妆效呢 是这个的话就是更加的遮瑕度要好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相对裸妆 但是遮瑕度的比较好的呢就用这种平头的 或者是这种斜头的刷子的比较好啊 那这个呢其实我用的频率要比这个要高 因为我的底妆呢我的粉底呢基本上遮瑕度都不高的 然后用这个的话可以提高那个粉底液的遮瑕 然后其实这把刷子呢是可以降低粉底液的遮瑕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手头上的那个粉底液的遮瑕度非常高 但是你今天呢想要降低它的那个遮瑕度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压舌的刷子 然后用这个的话就可以提高它的遮瑕度 所以说对于我的底妆的诉求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更多一点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把自身糖的131 跟Dior的这把长得非常的像 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Dior的这一把 毛量要比131的这个要多一点 然后也比它更圆一点 然后这个斜度呢也更加的斜一点 但其实怎么讲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它们俩完成的妆效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如果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呢 可以直接买这个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是想要尝试这种效果的 但是又不想要买 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一把的话 那就可以买自身糖的这一把 它就算是已经是好 火了好多年了吧 就是它一旦出来之后就好像 各大的比如说什么日本的杂志啊 什么乱七八糟那种排行榜什么的 占据首位啊 真的确实确实非常非常好用 我觉得它完装的速度非常快哈 就是像点戳 或者是打圈 或者是这样 斜的这样用 都是可以的 最后的这一把 也是我最最最最目前为止 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把 因为它在我脸上 我使用的感受就是 就是如那个清风拂面一样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又比较的大 就相对于我其他的底妆刷来说呢 就比较的大 所以完装的速度 也比这些要快一点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比如说这种鼻翼 然后或者是眼下这种细节 就不太像这种刷子 照顾的那么那么好 但是呢也是完全OK的 反正我每次上妆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赶时间 用它就是慢慢的照顾这个细节 是可以做得到的 总之这个刷子 是我目前为止最最喜欢的 另外这个刷子呢 它可以用来上蜜粉 就是蘸取一点 因为它毛量非常的密实 可以看得到哈 就是毛量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可以用它 然后蘸取这个蜜粉 用点戳的方式 上那个定妆粉 也是OK的 妆效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腮红刷 腮红刷呢我有两把 这个是主宝堂的Z4 然后这个是Mac的188 我来说一下这两个哈 的区别 这个它的形状就是 应该算是这种 比较传统的这种形状 就是可以画各种比较上扬的那种 也比较好着手 或者是那种可爱型的圈圈圆圈的那种腮红 也比较好上手 我喜欢它的 我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它是灰鼠毛的 它虽然真的是非常贵哈 但是呢考虑到它这个触感来说 我就还是买了它 因为我之前用的那些腮红刷 真的是让我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每次用它 我的脸就是冒着那种 就是我的脸有那种 会过敏的危险一样 所以最后实在就忍受不了那种 那种难受了嘛 我就买了这一把 真的它非常的舒服 擦在脸上就是属于 没有任何感觉的 非常舒服 我一般用它就是说这样点涂 因为它就是灰鼠毛 它占取粉的那个量 不会特别的多 它抓粉的能力 肯定是不如山羊毛好的 但是山羊毛呢 相对来说不如它柔软 它应该算是刷具里面 毛质最最柔软的了 然后那相对来说 它也比较的难打理 但其实像这种材质的刷子呢 是尽量不要清洗的 我大概一年吧 甚至有时候两年都没有清洗 就这样 因为它不太能够 因为它是动物毛嘛 所以不太容易抓粉 就是说不太容易挂粉吧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比如说你占了腮红 刷完之后呢 你就是在手里这样转一转 或者是在那个干净的纸巾里面 这样扫一扫 它就干净了 就其实是所以说 不需要格外的那种清洗 另外就是说它这个毛质的原因呢 也不允许那样平凡的 像其他的那些个 山羊毛或者是纤维毛 那样的清洗的那个速率 否则的话 如果你洗太多的话 是一定会破坏它的 它的寿命就没有那么长了 这一把我买它呢 是为了照顾一些重色腮红 才买的 它家更火的那一把 比这个要大一倍吧 是187 那个我觉得用它 好像是更多的上粉底 比较的来的上手 在腮红的话 对于我的脸颊颊来说 就有点偏大 所以我买了这一把 那就是像那种特别红的 或者是特别上色的 一些重色腮红的话 那我就会用到它 因为用它的话 因为它占的非常非常的少 比另外那把Z4的 比这一把还要占的粉底 占的那个取粉量少 所以说用它来刷那种 特别特别红的那些个腮红的话 就可以用它这样点一点 然后抖掉鱼粉 这样戳在脸上 就是非常非常自然 红韵的那种 天生的好气色的腮红的感觉 下来就是修容刷 那这个是高光刷 这个是修容刷 那我一个一个开始说啊 这个是Shirla Tilbury的 然后这个毛被我洗得 有点散开了 应该就是有点像那种火焰的那种感觉的 这一把好像是山羊毛和灰鼠毛合成的 嗯 然后其实不是说特别的柔软 因为它可能山羊毛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吧 所以并没有灰鼠毛那么那么柔软 我起初最开始用它的时候 还是稍有点扎脸的 但是后来磨合了几次之后 也清洗了一两次之后就 反正就是很柔软了 现在感觉 然后用它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款刷子呢 配合那种有闪粉的 就是有那种bling bling的 类似于自己家出的那个修容盘 有高光有修容的那一款 呃 占取那种有shimmer的那种 或者是 比如说是像SBB的啊 Alarm Sear的那个烘培版 都是非常好的装效 因为它的这个 头上是比较尖的这种 可以看出来 然后就它就可以这样 然后非常好控制一个区域 不会说是粉量上的太多 然后呢 上下这种眼下的位置呢 也是比较好照顾到的 嗯 就是用眼下这种定妆啊 用它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这种C区的 上高光也是非常好的 我蛮喜欢这把刷子的现在 嗯 这个应该是目前为止 今天就是视频中提到过的刷子 跟着我时间最久的一把了 这个就是说 呃 是我最初开始接触化妆 然后想要开始呃 化腮红的时候 呃 去买的一把刷子 是我的第一把腮红刷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就跟SELF说就是想要买一个腮红刷 那他就推荐了这一把 因为这一把他说是可以呃 上那种比较自然的这种腮红 也可以上这种比较棱角的 嗯 不是棱角 就是说呃 可以兼顾到腮红和修容效果的这种腮红 因为它是这种斜角刷嘛 因为欧美人其实比较喜欢 有这种有立体感的那种腮红 像有修饰脸型的那种腮红 不太像我们亚洲人比我喜欢这种呃 比较自然的妆效那种腮红 所以他给我推荐了这一把 那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呢 其实我用它呃 上腮红 最开始用它上腮红的时候 就总是觉得呃 不那么的好控制 因为那个时候我毕竟是新手 另外就是说呃 它上出来的腮红的效果 其实是比较的呃 更加的修饰脸型 就是相当于呃 修容了 其实我就把它闲置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呢 我就发现用它上 修容效果是非常好的 胜过于它上那个腮红的效果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 转成修容刷了 然后这个用的有点脏了 因为它是白 纯白色的毛 所以说稍微蘸一点 这个深色的就 看着就有点脏脏的了哈 但是其实呢 呃 洗完之后它还是非常白净的 那我非常喜欢用它 来修腮 那个修容 因为它占取的量 我觉得不是特别多 然后是适中的 然后抖掉一些呢 就沿着这个 呃 这条线 然后来扫 然后这样一点点 往上晕的时候 呃 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呃 所以说这个是我每天 必不可少的一把刷子 最后一把底妆刷呢 是 TOO FACE的 呃 便携刷子 我当时买它 就是为了 夏天 呃 出门补妆的时候 如果说我带的那个 粉 蜜粉饼是 没有海绵 或者没有刷子的话 那就不方便使用嘛 所以我买了它 呃 然后呢 其实我买了它之后 真正的跟着我书包里面 去补妆用的次数 非常的少 那我 曾经用它 呃 一直在用它 就是来当做那个 定妆 平时在家的那个 最后一部 呃 底妆 就是用它占取那个 定妆粉啊 蜜粉啊 散粉啊 然后来这样定妆 非常柔软 虽然说它是纤维毛 但是因为它极度的柔软 一点点都不扎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用它来上 那个全脸的散粉 随便我怎么用啊 就是这样来回扫啊 然后戳啊 什么的都没有任何感觉 非常的舒服 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很喜欢这把刷子 然后它呢 其实是可以 因为它伸缩的嘛 所以说可以 根据这个控制 这个长短来 呃 决定它使用的 这个效果 你比如说像这种 全部打开的话 你就可以用来上散粉 稍微缩一点 再来缩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用来上那个腮红 再缩进去一点呢 你可以用来修容了 所以说它虽然说是一个便携刷子 但却是一个多功能的便携刷子 最重要的 喜欢它的原因就是极度的柔软 我觉得它们家的刷子 虽然全部都是纤维毛 但是却是非常的柔软 就这个柔软度是可以比那个 可以看比动物毛的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日常比较爱用的一些底妆刷 刷子也并不是很多 但是功能性都比较强哈 都是比较针对于我能够达到的一些 妆效的一些刷子吧 我还比较喜欢 那下支视频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平时爱用的一些眼影刷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支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